单车怪书 专挑夜归女子喷咖啡 日本大阪府东大阪市 连续发生诡异攻击事件 庶民夜归女子遭骑脚踏车男子从背后逼近 口含咖啡喷人袭击 10月27日晚上10点55分左右 一名26岁女性正在走路回家 一名男子从后面骑脚踏车逼近 男子在口中含了一口咖啡经过女子身旁 女子注意到后面有人靠近而回头 一回头男子就把口中的遗体喷出 然后养肠而去 从10月20日以来 专挑女性下手的类似事件已发生8期以上 有的案件是泼茶跟果汁 有时甚至直接拿罐子搅洒遗体 嫌犯大约30岁左右 每起事件都发生在夜间 警方呼吁民众停到警觉 同时也进行调查